《建民論推牆》 《建民論推牆》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5月13號是建民論推牆的2005系 那麼今天的節目我給大家起的名字叫做西遠平 為什麼他能指點江山? 西遠平是誰? 我相信所有人都知道是習近平的弟弟 人家被稱為叫做遠平王爺 那麼遠平王爺現在為什麼總是能指點江山呢? 這跟在互聯網上大家最近到處傳的一張照片有關 也就是這張照片呢是習遠平到陝西榆林出席呢當地榆林的一個開發的一個大會 那麼在他到訪榆林到訪陝西這個過程中 陝西省委書記兼省人大主人叫趙一德 陝西省省長叫趙剛是隨次左右 很多照片都顯示省委書記省長兩個人是唯唯諾諾站在遠平王爺的左右 而習遠平呢舉手投足不斷地指點江山 所有的封江大吏在他面前是唯唯諾諾 看這個派頭啊很多人都說莫非兄中弟吉 也就是感覺到好像遠平王爺要就班一樣的哇 這種架勢啊實際上在毛澤東時代也很難看見 毛澤東自19建政以後他很少把他自己的直系親屬帶到北京 在北京政治舞台上面直手畫腳的 你覺得毛澤東沒有那麼多堂兄弟嗎? 他自己親兄弟也很多啊 但是毛澤東只維護他個人的權威 至於他後來到了年紀大了要考慮接班了 而親兒子又在朝鮮戰場上死了以後 他才想到他家裡面有一個職責毛遠心 但是培養毛遠心呢還沒有培養到位 他自己就先掛了 那麼毛澤東那個年代至少是沒有出現像習遠平這樣的王爺 可以什麼?可以在全國呼風歡迎可以到處指點江山 可以讓封江大吏在他面前點頭喊咬唯唯諾諾 那麼習遠平為什麼有這個派頭和氣勢? 他為什麼要到陝西餘陵去? 那麼其實到陝西餘陵啊 他是去搶劫周永康和曾經紅他們家的石油生意的 過去呢中國有一句老話叫做和聲跌倒嘉慶翅膀 現在等於是永康跌倒遠平翅膀啊 也就是周永康和曾經紅呢幾十年來構建了一個龐大的中國石油帝國 在這個石油帝國裡面無論是周永康和曾經紅都投入了大量自己的人馬 有大量的親信在扶持這個帝國呢源源不斷創造各種財富 為周永康家族為曾經紅家族服務 那麼現在周永康被習近平已經送進秦城了 曾經紅再也不敢跟習近平去爭什麼優勢了 所以習遠平現在現成的來收割周永康和曾經紅曾經的石油成果 為什麼這樣說呢是因為榆林呢它是中國最大的石油儲量 一個有十億噸儲量的油田就在中國榆林被稱為是中國的石油之都 因為周永康和曾經紅都是長期把持著中國這個石油產業 尤其是曾經紅他三個鐵桿部下都是從石油崗位上面 然後被曾經紅提拔到各個黨政崗位身居要職的人 後來都被習近平分別打虎拿下 就是孫樹濤江志剛和翠茂虎 這幾個人通通都是曾經紅他自己的心腹和他自己呢 所有的這個手下裡面最重要的骨幹 那麼習近平把他們打虎也打以後顯然曾經紅就拎得清了 就知道習近平打他的手下嘛就等於是警告他 這個所謂石油這個產業嘛你就別去染指了 因此把這三個人送進秦城啊都是配合徐遠平未來搶錢計劃的 那麼習遠平現在為什麼那麼活躍呢 大家可以觀察出來遠平王爺是在二十大之後才產生的異常活躍 過去十年就是習近平在二十大三年任之前的十年啊 習遠平是很少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敢去搞什麼呼風喚雨 敢什麼指點江山呢就是過去十年非常罕見 習近平自己的家人包括他弟弟習遠平包括他姐姐齊俏俏齊安安 他姐夫鄧家貴吳龍以及他自己的妻子第一夫人彭麗媛 敢在公開的場合不斷地去舉手投毒去大出風采一般是不會的 因為前面十年習近平為了連任要穩住他自己的農衛是不敢讓他家裡邊人那麼張揚的 但是現在二十大習近平顯然這個三連任已經成功了就是農衛已經坐穩了 目前來講的話就是遠平王爺他已經是大展風采 他每到一處基本上都是地方大員 風將大力當地的主要的省委書記省長是前呼後湧 是擁戴著遠平王爺幫助他一起去開江拓土聽平他去指點江山啊 所以說呢這個二十大之前的十年大家都看到習遠平是不敢參與公開正常活動的 連他自己本來的生意都已經停了也不敢替別人隨隨便便說人情啊 幫人家去安排職務啊但是二十大之後馬上就非常高調這個意味著什麼呢 這意味著就是習近平他自己個人的農衛已經坐穩了 所謂的政治勢已經給他掃蕩掃清了也意味著呢現在習遠平不用去顧及廟堂之上 他們上上下下的感覺他本人是親王嘛是習近平的弟弟嘛 而王爺他本身一直受到習近平的倚重上上下下尤其是習近平 現在中南海裡面的大小官員哪一個不討好習遠平呢 目前來講中南海基本上都是習近平的家丁嘛 也就是習近平把自己過去的一些寵臣家丁現在全部弄進了中南海 包括蔡奇啊包括李強啊包括丁薛祥啊都是他曾經的部下現在全部進入了政治局常委 這些人哪一個人不是為了討好習近平而不斷去抬高習遠平呢 所以說習遠平現在可以參加公開活動啊也可以呢隨隨便便去插手 把哪一個人植物調整給哪一個安排一個重要的位置啊 他自己本人已經可以了嘛干預軍國大事 而且經常可以以王爺的身份威負司法 既能檢驗這些外方大員對習近平的忠誠度 也能夠讓外方大員們感覺到習近平對他的某種威懾 這種威懾比習近平派出中紀委派出這個什麼紀檢部門來巡視有更大的威懾力啊 因為呢紀檢部門是來查處的你只能老老實實接受紀檢部門對你的調查 這時候你只能是恭恭敬敬不敢有一絲呢就是賄賂啊討好啊笑臉相贏啊然後去巴結啊 這都有可能什麼有可能被紀委形成什麼 形成你這個家伙一定是什麼靠行賄來扭轉你自己局面的印象 而習遠平就不同了習遠平本身就是作為親王作為習近平的弟弟 他到哪裡就完全底下人一個討好巴結並且利用他能夠調整自己重要位置的這麼一個機會 所以說哪個鳳江大禮敢拿這個習遠平這個王爺的身份不吃進呢 而習遠平自己也就把自己就真的當成了王爺他到哪裡都去指點江山啊 你從這張照片你就可以看出省委書記省長兩個人都笑眯眯 隨著習遠平他手指指揮的方向每一個人都是驚呼的哎呀王爺太英明了我們就跟著你混吧 所以說呢現在習近平已經把共產黨通過這十年他自己所謂打火 黨內的規矩已經全部破掉了他已經改變了黨天下實際上變成了他的習天下 中南海內功現在是馬仔環繞也就是蔡奇啊李強啊丁穴祥啊這些人幫助習近平包打天下 整治所有的有中南海在中南海裡面形成這幾個人絕對的知江心境的權威 而中南海之外由親王代替習近平欲駕清真巡視海內威夷天下馬 因此來講習遠平現在他這個政治上大方異彩都跟這個國家的專制文化有絕對的關係 習近平在二十大以後就完全改變了中共幾十年來形成的黨內的規則變黨天下為習天下 這個通過習遠平他現在能夠到陝西去巡視陝西的省長省委書記如此在他面前 鞍前馬後的唯唯諾諾的形象就典型的能做出這麼一個鮮明的寫照來 因為二十大的連任就是破壞了黨內的規則就是破格連任 三連任一旦成功就意味著永遠連任嘛 也就是後面就根本不存在四連任五連任還要有什麼規則 三連任既然成功了那就是終勝連任所以習近平把這一步達到以後 就不需要讓他自己的弟弟薛遠平那麼韜光養晦那麼謙虛了嘛 既然是親王那就要擺出親王的架子來嘛 那麼過去十年為什麼蛰伏在那因為十年時機沒到啊 這十年習近平要摸取大位能獲取三連任獲取終勝連任他還有一個積累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習近平的家人是必須要遵守老太太就是齊心給他們定下來的家規的 2012年初按照當時黨內所排班的這個規則在年底呢舉行的十八大上面 作為储君的習近平應當是能夠按時接任黨的最高領導地位的時候 但是呢就在2012年初呢發生了王立軍逃亡美領館的事 那麼王立軍逃亡美領館的事一下子就掀開了薄熙來跟王立軍之城 以及薄熙來跟胡錦濤溫家寶之間的這個矛盾 並且就露出了周永康薄熙來另計劃他們一起的陰謀就是準備把習近平搞掉的 那麼這些事都發生了以後顯然習近平家族就為習近平列了一把汗 習近平能不能如期結位 結位以後能不能把這個位置坐穩 毫無疑問來講習近平本人也好他的家族也好都認為這是一個未知數 所以說呢齊心老太太就把整個習近平家族所有人都招致麾下 對他們呢明確地要求齊巧巧齊安安女婿鄧家貴吳龍以及呢小兒子習遠平 要求你們所有家族你們的人員必須配合習近平能夠輔助習近平執掌大位 絕對不要給習近平添任何麻煩 尤其是兩個女婿吳龍和鄧家貴 你們到處在外面賺錢 這麼多年你們錢搞的不少了 貪腐的事情你們該收收手了 你們千萬不要給習近平打虎呢找麻煩 讓別人舉報你以後查處你好還是不查處你好呢 所以說對你們手下那些產業要趕緊清理掉 不要呢因為你們爸的那個產業你們是習近平的姐夫 給未來的這個储君借掌大位呢添麻煩 這是對兩個女婿吳龍鄧家貴老太太特別關照 其次是對小兒子習遠平就告訴習遠平把你手上的生意了結了結掉 不要做什麼生意了咱家不差錢 你哥哥如期接任大位以後能夠把位置坐穩 那麼多貪腐的老虎打掉 你要什麼錢咱不可以搬回家來呢 所以說呢你習遠平你過去到處批條子了 幫人帶話了給人安排位置了 這些活你毅力都不要幹了 你剛剛換了不久的新老婆 剛娶了一個女歌手有軍中第一美女之稱的張嵐了 你就好好在家享受雨水之歡不要到外面去彰滑惹草 這是其今老太太對自己的女兒女婿以及自己的小兒子 所以說呢關照他們必須要幫助習近平輔助習近平 不要給習近平惹是添麻煩 那麼還有個第一夫人呢這個兒媳婦呢 因為第一夫人當上第一夫人以後就非常張揚啊 肯定是顯擺她自己作為國家第一夫人這個至高無上的地位啊 所以老太太呢對兒媳婦也不能不多關照一些 你當了第一夫人你也要輔助你的夫君 不要動不動去擺出一副第一夫人可以隨意干政 可以隨便安排黨國大員黨國要員的這個位置 少幹這種組織部的事啊 多幹這種世界衛生組織的事啊 也就是你多做一些慈善啊醫療啊教育之類的花瓶式的工作 輔助輔助你老公讓習近平這個位置能夠坐穩 這是指2012年習近平還是储君還沒有記長大位老太太呢她對家屬開的這個會議 她是一心一意要把她的兒子習近平呢能夠輔佐到這個農位上 並且要讓這個農位能夠坐穩 所以說她要求所有的子女必須無條件的配合習近平 把你手上貪腐的事情趕緊結束 所有的生意了結該探的錢探完就行了以後千萬不要再幹 這是老太太提前將近一年就開始做這個事啊 她是從薄熙來包括薄熙來老婆薄谷開來去殺了那個英國的那個海武德 以及王立軍逃美領館在中共高層掀起的軒然大波 她是從這個裡面看到政治的這個危害性看到她兒子的凶險 所以說老太太為兒子那一把汗自然要求所有的兒女都必須配合兒子了 所以說當年老太太是幹過這個事 因此呢習遠平也好 吳龍鄧家貴也好奇巧巧奇安安也好 在習近平前面執政的這十年基本上呢是不敢流露什麼锋芒的 生意呢可能還在照做的只是呢偷偷地瞞著老太太 另外習近平對她兩個姐夫呢也是睜著眼閉著眼 也沒有一個人敢去動習近平姐夫啊 至於她這個弟弟呢就讓她呢不要那麼高調 你呢不要風芒畢露娶了你年輕的太太自己呢該吃吃該玩玩 不要過多的來參與黨國的軍國大事 你自己呢就是交交朋友就行了把你這個風芒壓一壓 那麼二十大已經過了二十大過了以後連任已經板上釘釘了 三連任已經連任到那就意味著無限連任了 習近平可以一直幹到死的啊幹到死也不用卸任啊 所以說習遠平在這個時候他又活躍起來了 因為這種能夠接近最高權力的王爺的這種派頭 怎麼能不把他用起來呢 所以說呢習遠平他自己種種的表現就鮮明的證明了 個人崇拜家族天下都是最典型的封建王朝的專制文化 而這種專制文化被習近平他一個家族呢運用的爐火純青 那麼你說是不是壞事呢不見得是壞事 因為他們家族越橫針爆裂他們家族越是什麼髒狂欺人 越是飛揚跋扈越是髒狂青陽 他都預示著習近平他這個家族啊 他在自己聚滿意德的時候 他會接下大量的仇怨會接上大量的這些怨恨 那麼這些怨恨總有爆發的時候啊 而且習近平他能夠自己家族這麼去做 所有他的手下他的跟班中安海裡面所有習近平信任的這些直江新軍的大員 哪一個家族不模仿習近平家族呢 這樣只可能讓中國的社會財富更快的更積極的被富人佔有 而貧富差距只會越來越大 這種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窮人越來越多 相當的人吃不上飯甚至活不下去的時候 那麼這個矛盾是必然會崩潰的 在中國現在有一個非常鮮明的現象嘛 就是年輕人大部分是90後甚至是00後看不到希望自己家裡也窮 也看不到自己未來奮鬥的希望 所以在中國為什麼老是爆發出很多年輕人在網上約到一起去死啊 在中國爆發出這種集體去死的這種案例已經非常非常多了 那麼這種情況就完全能夠見證 那麼這種情況的發生就完全能夠預示到這個社會呢已經禮崩越壞 另外年輕人看不到希望已經沒有任何奮鬥的激情往哪裡奮鬥呢 所以這是相當一部分貧窮人家的草根子弟看不到希望儘管很年輕 他們仍然願意放棄自己的生命 這是相當一批人 還有一部分人就是我們大家看到大量的在南美向美國走線 就是走線這幾年急劇的增加來自中國的人 來自中國人裡面窮人也有富人也有 為什麼這些人都要選擇走線進入美國呢? 因為他們根本就不堪忍受共產黨三年動態清零之後 中國帶來的根本是給人們生活中的一種無望嘛 也就是在中國你沒有目標嘛 你不知道自己未來在哪裡嗎? 在這種情況下對生活的絕望只能是什麼? 只能是他們選擇逃脫 現在潤出去的人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 都是認為在中國這個地方沒有希望 既然大家對最快土地已經絕望了 所以說選擇死的人也有選擇跑的人也有啊 當然中共上層是沒問題 因為什麼? 只要是權貴階層只要掙得到錢 你們愛死死愛跑跑管我什麼事啊? 習遠平這次去榆林嘛 他是盯著那個十億噸儲量的榆林油田啊 對於中共最高權貴階層來講 賺個什麼幾千萬賺個幾個億 已經完全滿足不了他們的胃口了啊 社會財富只會更積極的被中國這些當權者 這些權貴家庭積極的佔有 而富人佔有的越大 窮人這個貧窮的就越多 那麼貧富差距最終只能導致嘛 導致中國整個這個食物鏈它最終會崩潰 習近平執政十年他一直是這樣橫針爆裂 也就是弄上來的錢他從來很少用在名聲上 中國的老百姓是看不起病上不起學 付不起房貸甚至有的人是吃不上飯 但是呢習近平他照樣在國外大傻逼啊 一直在炫耀他們GDP全球第二啊 中國人你看那些富人尤其跟權貴結合 掙到一點錢割到一點韭菜的這些人 他們出境都是直奔那些奢侈品商店啊 走遍全世界到處都去搶購什麼艾瑪士啦 艾爾威啦去購買大量的 勞斯萊斯啦賓利啦馬薩拉底啊 到處都在炫富 因為你這麼炫富就讓歐美國家 大家就驚呼中國人那麼有錢啊 那你們怎麼還是發展弄過家 你中國肯定是發達國家嘛 你看到處都是你們的富人嘛 在這種情況下 你中國仍然把自己認為是發展中國家 仍然享受歐美國家給你的巨額的貿易補貼 巨額的稅收優惠 你都那麼有錢了你還要占我的便宜啊 所以說美國毫不由於就取消了中國 這個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優惠 給中國直接是按發達國家來處理美中之間 以及歐洲跟中國之間的所有的貿易 這下子中國就傻了眼了哇 為什麼過去能夠白白佔人家歐美國家的便宜 現在沒有了哇 所以正到了美國取消中國的貿易優惠 直接按照發達國家來跟中國進行貿易合作的時候 中共又暴條如雷了哇 5月12號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就美國國會中院通過的 中國不是發展中國家法案的這個問題 他當時就說了這麼一句話 說美國給中國送了一頂發達國家的帽子 對不起這頂發達國家的帽子中國戴不上 咱中國知識之中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這是汪文斌自己給自己找的理由 美國認定你不是發展中國家你是發達國家 美國有太多的理由 而汪文斌一再強調我們不是發達國家 你這個帽子給我們戴不上 他這個話一說中國的御用專家們就跳起來了 咱不是早就超過美國了嗎 清華大學有一個中國國情研究院的院長叫胡安剛 胡安剛曾經公開宣稱他的所謂研究成果 他是這麼句說的 他說中國已經全面趕超主體上超越美國 那麼這個超越美國按照他的研究就是中國的經濟實力 在2013年就超過了 科技實力在2015年就超過了 綜合格率在2012年就超過了 到了2016年無論是經濟實力科技實力還是綜合格率 都已經相當於美國的1.15倍1.31倍和1.36倍已經居世界第一 到了2025年美國已經被中國要甩到十萬八千里 美國人就回家哭吧世界第一老大的位置是咱中國的 這是胡安剛他的研究成果 過去在小粉紅裡面小粉紅每次就像打的雞血一樣激動的不得了啊 美國已經被我們甩了十萬八千里啊 那麼那個國師金燦榮這麼說 金燦榮歷來就提出中國製造業比美國和日本他們的總和加起來還要大 對於日本大家都知道是一個製造業大國 但是在金燦榮眼裡面說什麼 中國現在蹲下來都比日本高 中國成為超級大國已經是根本就無法掩蓋 我們不需要那麼韜光養歸不要那麼謙虛嘛 這是金燦榮的話 所以說中國怎麼不是發達國家呢 那麼至於那個復旦大學的張偉偉說的話就更過分了 張偉偉直接就說中國人比美國人生活好得多 如果中國許多社會指標都超越了美國 美國人根本就不能跟中國人比 美國人現在跟中國人的生活來比的話 他們就等於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我們這樣形容它一點都不過分 我們早就是發達國家 可以講中國感應超美已經領先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所以說外交部說中國不是發達國家 但是胡安剛金燦榮張偉偉個個都說中國早就超過了美國 你現在不承認中國是發達國家 你讓胡安剛金燦榮和張偉偉他們情何以堪呢 而且外交部說中國不是發達國家 老百姓也不同意啊很多網友也不同意啊 怎麼就不是發達國家呢 我們天天給世界上很多國家 尤其是非洲的東南亞的以及太平洋的島國 我們天天給這些國家送錢啊 習近平每年都要送幾千億美金 我們不是發達國家 我們怎麼送得起這個錢呢 他動不動給這個國家送錢 給那個國家免債 動不動一帶一路把中國的錢全送過去啊 咱不是發達國家 憑什麼給人家免債 憑什麼給非洲國家去兼一帶一路 咱們不是發達國家 哪有那麼多錢天天送出去呢 所以說這肯定是發達國家嘛 而且你看看中國大學校園裡面 你怎麼不是發達國家呢 中國大學校園裡面 那些外國留學生主要是非洲留學生啊 他們住宿是免費的 他們是上學是免費的 每個月要給他們好幾千的零花錢 每個人每年至少要領個一二十萬人民幣 每個黑人學生都有三個女學班 每年支出給外國留學生的這個總費用 是幾百上千億 哪都出那麼多真金白銀 怎麼不是發達國家呢 你看看美國也好 德國也好 法國也好 英國也好 也就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工業企股 哪個國家能像中國這樣 給出那麼多錢給外國留學生 哪個國家能給外國到你們國家來讀書的人 配三個女學班呢 所以說怎麼不是發達國家呢 而且房價是世界第一吧 這不是發達國家嗎 房價早就感應超美了嘛 房地產的價格 絕對屬於國際發達國家的水平 物價也絕對屬於國際發達國家的水平 怎麼現在你外交不講 我們不是發達國家呢 所以小粉紅一起去嘛 反稱相激中國外交部 外交部嘛 叫苦不疊啊 一天到晚大眾臉充胖的在外面炫富 說是發達國家 現在真正讓你如願以偿 給了你發達國家的稱號了 中國不願意啦 中國是為什麼不願意呢 因為中國長期以發展中國家的名義 享受了幾十年的國際福利 包括經濟援助啦 優惠政策啦 包括關稅減免啦 就是這些特殊待遇 中國都是以發展中國家能夠呢去享有的 而中國在入世之前 就是加入WTO之前 一再承諾 只要美國和歐洲所有的發達國家 給中國發展中國家的各種貿易待遇 我們呢會呢 在我們經濟發展時候改善我們的人權呢 但是幾十年下來了 沒看到中國的人權有任何改善 只可能是越來越惡化 所以你當然引起美國和西方國家的不滿啦 而中國長期享受優惠國待遇 它實際上是擠佔了人家真正的發展中國家 應當獲得的優惠的資源 而中共利用發展中國家的地位 向國際組織申請了大量的發展援助的貸款啦 低利息的各種資金啦 它把這些資金都用到一帶一路上去 向發展中國家輸出大量的基礎建設 在這個過程中又讓所有的那些貧窮國家 讓他們陷入債務陷阱 因此國際社會認為你是拿了我們的錢 然後你再去放貸再去搞建設 再讓人家窮的還不起你的債 你本身資金還來自於我們 我們憑什麼給你錢呢 所以到了今年三月底 美國眾議院就全票通過了一項兩黨的法案 終止了中國在國際組織中 所謂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和待遇 中國從此不能夠在國際上享受 任何國際上給予它的優惠隊 到了這時候中共就傻了 便宜過去占盡啦 現在已經占不到了 不但是今後便宜占不到 很可能以前吃進去的還要吐出來 所以說中共為什麼暴跳如雷呢 但這不都是你自己吹牛皮 自己鹹白自己到處炫富的結果嗎 不是你習近平天天到歐美去大傻逼的結果嗎 不是你懂不懂吧 外國留學生弄到中國給三個女學班的結果嗎 所以說這都是中共自己打中臉充胖子活該 那麼等待的是歐美對中國大量的經濟制裁 在取消給你的貿易優惠以後 你中國根本無法享受國際社會再給你中國任何優惠 在貿易過程中還大量的選擇跟你中國脫鉤 當西方國家跟中國脫鉤西方國家都能夠借助 其他國家都發展起來之後 中國只會被孤立的越來越厲害 那麼不管你習遠平你親王的身份隨便你到處去視察到處去搞錢 隨便中共的這些權貴 你們怎麼去擴大跟老百姓之間的貧富差距 那麼這根鞋總有一天要斷了 因為老百姓總要活下去 當他們根本沒有活下去的可能時候 怎麼會不起來造你們的反啊 所以說呢共產黨垮台老百姓出來造反 白紙革命再次捲土重來 再一次喊出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這個口號 一定什麼一定在不遠的將來再次發聲 好今天的節目我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謝謝大家